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鐵東一案在5月14號 賴清德通過所謂的都委會程序是非常殘暴的 不合理的 而且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是一直說謊的 他用來騙那些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們 那也許那些委員也甘心被騙 總而言之呢 他就說他拍板通過了 事實上我們這個案子的程序後面還有很多 我們黃平訴訟還會上訴 然後呢 都市計畫委員會還要收到內政簿 然後後面還有土地徵收的程序 所以還有非常非常長的程序 以及訴訟 我們會去進行 在這樣子一個案子都還沒有清楚被釐清被解決之前 我們覺得根本就不需要有所謂的那個照顧方案 或者是安置方案 就我們理解這個安置方案 不是用這個照顧方案 不是用來照顧我們居民的 這個照顧方案是用來照顧建商的 那首先我們先表達一下 我們不願意去接受他的土地徵收 所以呢 這個照顧方案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是不需要的 副立建設呢 他是跟台南市政府弄每坪 九萬一千三百塊錢的價格去買地坪 OK 我要強調是地坪 那他要求這些居民呢 買建坪喔 建坪是每坪十萬到十萬八千五 店鋪是十七萬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他賣的建坪比他去取得土地的地坪還要高 有的還高滿多的 這個壓迫方案的地形土 這是一條馬路 這是一條馬路 所以這個壓迫方案其實基本上面它是零路的 一個方方正正的 還蠻大 大概五千多坪的一個土地 就在他旁邊 就在他旁邊 就在103年的6月 其實實價登陸你可以查得到 那個地方一個沒有零路的 比較不方正的 比較裡面的 狀況比較不好的一塊土地 那個地方的成交價是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所以呢 依此類推 在這個零路的部分呢 差不多應該有二十七萬以上 甚至到三十幾萬的一個價格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賴清德 他基本上面是以市價三分之一不到的價格 把這一個公有的土地給他卸賣掉 更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他叫這些居民 這些老人們 搬離開他們所熟悉 生活機門完備的市中心的透天處 那他對於這些人的土地徵收價格 地平的價格 竟然比他叫我們去那邊買的高樓 那個偏僻的地方的建平價格還要低 所以呢 這些居民基本上面 我們只要接受他這個方案 我們就必須要負債非常多的錢 有的人甚至可能會損失超過一千萬以上 程序 首先呢 你要去登記 然後你要簽這個土地徵收欠欠欠書 然後你要去抽籤分配 注意一件事情 抽籤分配完了之後 你馬上就要交一層的定金 那因為我們這個案子還很長 那他的規定是 你房子要拆了 你才能夠去買房子 所以才能夠去買那房子 所以事實上是 當你交了一層的定金之後呢 你的定金就被套牢在這個地方了 你是沒有辦法抽出來的 這次就永遠套牢在那個地方 那事實上 賴清呢 他就希望這個樣子 就造成同一屋跟不同一屋之間的對立 所以這個照顧房根本 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呢 就是做土地 副利 第二個呢 就是用來分化老百姓 副利建制 他因為這個案子可以獲得幾十億的超額利潤 一個五千坪 多坪的土地 他可以獲得幾十億的超額利潤 那老百姓呢 卻要負債 而且我們這些老人 卻要負債 而且幫他去那個偏僻的地方去啃荒 所以今天 這個照顧方案 到底照顧了誰 這個照顧方案 事實上是照顧了建商 照顧了複利建設 完全不是照顧我們這些居民 我們叫進去參加這個區域大會 這是我們的區域 OK 走 走 走 來 沒有想到 台南今天變成一個賤人的地方 是全台灣最民主的地方 是一個群藏河 我要罵我們台南的賤人 這是台南人的恥辱 我們泳上的市長 是我們的恥辱 邀請開招來一個室內的記者會 因為我們要公布 裡面有一些數字的集算 讓大家各位知道 賴清德到底土地財還了多少錢 到底這個是照顧了誰 這個是照顧方案 是照顧了百姓 還是照顧了建商 謝謝各位 謝謝 這種事情在台北 其實你都看不到這樣的狀況 連讓你進去 住在那邊旁聽 他都不讓你進去 要直接把你擋在外面 派出來警察那麼多 比我們人還多 然後我們幾個八十幾歲的老人 其實他們是有滿腹委屈 要去表達的 也沒有辦法 那 不過 那個 而且特別是 那個 賴市長他又 因為他現在不進行運會 所以那他之前還宣稱說 驅禮大會是來監督他的好場所 是吧 所以我們今天來 我們在旁邊旁聽 我們也算是一種監督 然後我們也希望媒體也能進行監督他 結果我們沒想到他把所有的 把我們全部都擋在外面 所以我會來吧 以上айн會群你會跟著我 我會說 那這個都在是多長時間 才能進行辦 部分 在 我們現在行進行運財 五十四十五歲 pues我們在先上叫做 祝福然後在我們 我們只是那個兩次 我們在進行運作 最多的大小小幸運 我們在說什麼 其實就很沒問題 我想在這裡